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单环形风控阻隔网长1米 宽0.53米 高1.1米 重58千克 展开长度7米 三环形风控阻隔网长1.4米 宽0.65米 高1.4米 重88千克 展开长度7米 通常情况下 东风卡车可装载单环形风控阻隔网12套 三环形风控阻隔网9套 运输过程中 应使底部滚轮升起 主支架着地 该系列风控阻隔网可根据战术需要 单个或串联使用 抗毁 防护 隔离能力强 适用于机场 高速公路 铁路道口 城市广场 街道 乡村路等多种复杂地形条件 一 装车与卸车 根据风控阻隔网的重量和体积 通常需要六名战士实施装卸 装车时 当运输车辆到达装车位置时 有两名战士打开车厢后半并在车上等待 四名战士从四角分别抓住手提带或抓住主支架 推动风控阻隔网到达装车位置后 四人同时向上提拉 举道与车厢底板同高 此时 车上两名战士分别从两侧抓住手提带 就是向车厢里拉动 到合适位置后 取下主支架上钢钩 用钢钩向右拨开滚轮操纵杆固定销 将主支架底部滚轮操纵杆向后拉至主支架着地 放回钢钩 装车完毕 卸车时 车上一名战士将主支架底部滚轮操纵杆 向前推至滚轮着地 和另一名战士一起从两侧分别抓住手提带 或抓住主支架向车厢后部推动风控阻隔网 同时 车下四名战士从四角分别一手抓主支架 一手抓手提带 三 将风控阻隔网接放到地面 卸车完毕 二 不设风控阻隔网 首先 将风控阻隔网主支架底部滚轮操纵杆向前推至滚轮着地 然后 平推风控阻隔网到预定位置 副支架朝展开方向放置 第一步 拧松副支架顶端口形槽紧固螺栓 取下主支架上钢钢 用钢钢上提副支架底部定位削 并向右扭动 使其弹起 第二步 向外拉动副支架 使其顶端脱离主支架上挂杆 底端脱离主支架底部两侧C型固定槽 向上抬起 并向后拉出副支架 使其落地放置在预设位置 第三步 拉动主支架朝着布设方向移动 展开至额定长度后 取下主支架上钢钩 用钢钩向右拨开滚轮操纵杆固定销 并向后拉动操纵杆 使支架落地 自行站立 展开后 丝带网如有咬合或圈距不一致时 可用钢钩适当调整 第四步 需要连接多组时 将主支架上的连接锁体 与相邻腹支架上的连接锁扣 对准锁扣到位 然后重复上述步骤 直到锁虚长度 需加装固定铁时 将固定铁凹口卡住主腹支架底端两侧 并用六脚扳手紧固 三 车收封控阻隔网 第一步 将上挂杆延长杆从主支架固定柱上取下 插接到上挂杆上并拧紧螺栓 第二步 将主支架底部滚轮操线杆向前推至滚轮着地 取下主支架上钢钩 缓慢将主支架推向副支架 用钢钩竹圈向主支架上挂杆上收回次带网 第三步 次带网全部收拢到上挂杆上后 拧松上挂杆延长杆紧固螺栓 取下延长杆放回到主支架固定柱上 并拧紧螺栓 第四步 上台副支架使其底部前端放入主支架底框内 并对准主支架底部两侧C型固定槽 推入到位 向左扭动副支架底部定位销 使其回位 把副支架顶端口行槽 对准主支架上挂杆并推入 然后拧紧紧固螺栓 封控阻隔网撤收完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小杨茜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